橘紅色的火蛇猛烈在貨櫃裡面燃燒 物品被燒得一片焦黑 大量的白色濃烟不斷竄出直冠天際 周遭的街道瞬間變得一片灰茫 事件完全看不清楚 貨櫃旁滿滿的綠草 就怕火石會快速延燒 附近居民見狀嚇得趕緊通報消防單位 我出來就看了 迷迫迫迫才報警 有來啊 貨警很大啊 一個塞怪柴 它們附名在這裡 它們來提名就走 消防單位貨爆後 立刻派出兩個分隊 被四輛消防車和十位消防員 到場拉水線灌救 並破壞倉庫的鐵門 從裡面拿出物品 交襲倉庫內的殘火 整齊火石約在三十分鐘左右撲滅 二十六號早上八點二十分左右 宜蘭縣東山鄉安農一路經常火警 起火的是一間堆放農職的倉庫 所幸當下沒有人人在裡面 並沒有造成傷亡 至於起火的原因 火雕小組尚在釐清 記者林醫生 呂捷 宜蘭報導 超齪屬國雕大臣 在燈地上 消防雕大臣 並且用有遯連任 火雕大臣 令人消防雕大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